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9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 网信办继续垂打滴滴 终止美国融资梦断,中国企业去美国融资的这个 会越来越困难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教育部 习近平思想尽教材,尽课堂 这是在造神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是709维权律师镇压事件的纪念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先讲滴滴 滴滴出行的噩梦还没有结束,那么中国网信办7月9号发布通告 下架滴滴企业版等25款APP 所属的公司是这个北京小菊科技公司 这个公司就是滴滴出行的运营公司,也就是说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个关联企业,核心关联企业 通报说 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 滴滴企业版等25款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 网信办通知应用商店下架上述25款APP 要求相关运营者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 按照参照国家有关标准认真整改存在意见,切实保障广大用户个人信息安全 各网站平台不得为滴滴出行 和滴滴企业版等上述25款 已经在应用商店下架的APP提供访问 和下载服务 这是网信办 持续对这个滴滴出行采取的一系列的打击行动 当然他本来可以 他应该可以跟这个滴滴出行一起下架 他分两次来 前面说滴滴出行下架 那么现在再来一次 25款 都是滴滴的应用程序 全部下架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进一步增加多一次打击的效果 为什么要多一次打击效果,就等于像股票市场喊话,你看你看我在 我在打击滴滴,你看又打一次了 跟市场 说给市场听,做给市场看 那么他反映,他是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那些去海外,想去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 意思就是没我的允许 你要是自己偷偷摸摸这么干 后果很严重 那么我们梳理一下,7月2号 网信办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公告 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然后 这个纽约证交所这个滴滴刚刚上市,6月30号才上市 7月2号他就来了 那么7月4号网信办 发布关于下架滴滴出行APP的通报 然后原因是滴滴出行APP严重违规 收集个人信息 然后到了7月7号,你看 非常密集,7月7号 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宣布 认定互联网企业22起并购案违反了 反垄断法 第21条 构成违法实施 经营者集中,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对这个涉案的企业分别出于50万元人民币罚款 这22起并购案涉及的互联网企业是 滴滴是8起 阿里是6起 腾讯5起 苏宁2起 美团1起 英国金融时报7月9号引述这个知情人的话透露说 说网信办曾经20多次 要求滴滴修改APP 搜集和显示地图信息的方式 说法是担心暴露敏感政府工作人员的位置 那么滴滴已经禁止 用户 搜索这个敏感的政治地点,比如中南海 中南海你搜不到,它不显示 那么网信办要求 这个滴滴更改应用程式的时候,通常 没有法律依据 那么往往是在这个电话中没那么正式的,直接的打电话 也没有公函 也没有盖章 就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改得改 你说那些公司敢不敢,敢不敢吗,一定得改 不改就让你下架,你说敢不敢 报道还说网信办曾经建议 这个滴滴 去推迟IPO 美股IPO 其实不是推迟 其实就是让他别上 晚点再说 那么但是呢就 他也通知过很多家APP,修改这个 很多家公司改APP,但是 都没有下架 这个滴滴就要下架 那么滴滴自己就表示说IPO之前不知道这个主管部门 机关会干预 那么 7月6号 其实没完,7月7号,我刚才讲的7月7号 7月6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 发布一个意见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他提出了两个政策要求 第1个 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进行审批 第2个 加强海外上市公司的中概股 进行监管 那么7月8号 路透社说 中国证监会将会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审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申请 那么目前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是不需要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那么 滴滴出市 到现在 至少有三家公司已经搁置了 去美国上市的计划 分别是林克科技,林克科技是这个医疗大数据 一个是健身应用程式叫Keep 还有一个就是喜马拉雅,喜马拉雅是这个 课程,声音课程的这个分享平台 那么 路透社在5月份就报道过 说网信办曾经给喜马拉雅施加压力 跟他说让他别去美国上市 因为让他去香港上市 那么现在中国境内的民企去海外上市普遍采取的方式 我之前讲过一下 就是 去开曼成立一个控股公司 然后把国内的这个 经营主体 经营的公司,比如说 滴滴,滴滴就是 他的商标是滴滴 但是他的运营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叫小菊 叫什么来着 刚才我说了这一嘴 小菊科技 小菊科技其实就是滴滴的运营机构 整个运营机构就是叫小菊科技 然后呢他是 然后呢就把这个境外 境外成立一家控股公司 然后他跟这个小菊呢 境外的控股公司呢 拿来上市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可变利益实体 通过境外的控股公司 去完成融资 融资 那么我解释一下,我上次没讲得很清楚 其实这件事情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原因是什么,要搞一个这样的动作的原因是因为 政策 那么 政策的原因是境外上市公司 他的目的就是把 境外的上市公司 和境内的运营主体分开,为什么 境内的运营主体 他的老板是一家,是个国内的 中国人 中国人他成立一家中国公司 他可以进行电子商务 那么电子商务呢,他有股权限制,外资有股权限制 那么他股权限制那怎么办呢 他就让他成立一个中国的公司 然后他再跑到开曼群岛 成立一个控股公司 这家公司呢,跑到中国再成立一家全资的外资公司 用这个全资的外资公司呢 跟这家运营公司签个合同 签个什么合同呢 签个就是你这家公司的所有的经营效果,经营利益 全部归这家 全资 外资公司 全部由受让给他 那么他的经营成效全部都被他控制了 签一个合同 所以呢他们叫VIE,这就叫VIE的结构 这个VIE的结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绕开 这个叫什么,绕开这个政策 绕开这个 绕开两个 第一个就是外资比例的限制 第二个就是海外上市的限制 把这两个一绕开 在国内的经营主体 和在海外的上市公司不是一家公司 但是国内经营主体的经营业绩 全部由这家上市公司受让 通过中间签个合同 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 基本上中国所有的 中概股 所有的中资企业 就是中国民营企业 跑到海外上市,从腾讯到阿里巴巴 基本上所有 都是这种模式,叫VIE模式 这个VIE模式其实有个法律上的漏洞 这个法律上的漏洞是什么呢 法律上的漏洞按照 按照这个合同法规定 如果这个合同的签署是为了规避 某个法律上的规定的话 这个合同是不成立 合同法就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所以VIE这个结构呢 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合同本身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这个合同就是为了规避 外资限制的比例,所以才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这样的架构,我们叫VIE架构 那你这个合同本身是不成立 所以它是有法律漏洞 但是这些年来,其实很多人在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这是个非常明显的漏洞 所有的律师 只要稍微有一点这个 经济法的概念的人,一看这个结构就知道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没出事呢 这有人问过,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 其实没有办法解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 这么明显的漏洞 中国政府不管 然后美国市场也不管 你想一想 在这个 信息披露方面 他这个风险也不讲 理论上你应该告诉大家,这是有风险的,这个合同本身是有风险的 这个纽带是分分钟断掉 如果真要较真的话就会有一对的问题 所以中概股其实是踩钢丝 踩的钢丝挣钱 那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看法是 这所有的这些中概股 都跟谁有关系 都跟中国 中国的这些红二代 官二代 中国政府里面的高官 都是这些公司的股东 都在背后有巨大的利益 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能碰 一碰这一堆的人 你稍微搜一下你就知道 从江泽民到温家宝那一个个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结构拆掉吗我觉得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 就是 这帮 共产党的高官,他有巨大的利益在这些公司身上 所以他就不拆了 不拆 不拆台嘛 那么但是呢这件事情到了2015年 就出现了变化 2015年的6月20号,工信部发布公告 宣布在这个上海自贸区开展试点的基础上 全国范围内开放 经营类 电子商务 外资比例的限制 也就是说外资企业 持股可以达到100% 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意味着电子商务的外资股权比例的要求 彻底的取消 那实际上呢 这个境外上市 的这些民企 就 就不需要再采取VIA的架构 这是2015年 2015年开始 那我现在就不知道现在新的这些上市公司的 架构是不是还在用这个架构,因为理论上来说 如果取消了这样的规定的话 那就不必用这个架构 对吧 现在的形势是什么 现在关于滴滴这件事情 滴滴事件的形势 有几点 第一 滴滴的麻烦还没有完 第一,习近平在这种关注度非常高,已经你看 从7月2号到现在,今天都已经9号一星期过去了 这个打滴滴没有停 打给全世界看 杀鸡儆猴 不听话后果也很严重,这是第1个,第2个 滴滴刚上市就出手 一直而且连续出手,啪啪啪不断的出手 目的只有一个 不让你们落贷为安 股票一直在,股价一直在跌 你没办法出货 让你没办法落贷为安,就是这个目的 这是第1个,第2个 中概股要管起来这件事情,其实 中办跟国办的那个意见 那个意见影响非常大 这个意见,你想一下 中概股现在有两个问题,第1个问题就是PCBOB PCBOB就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 监管机构 给出的 给出的期限是三年 三年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 今年年初开始 三年,三年时间 也就是说中概股也好 准备去美国上市的这些中国企业也好 实际上他们的 他们只有三年时间可玩 三年时间可玩,那 那你想一下 这些中概股也好,中国上市,准备去美国上市的企业也好 这一头 是三年的大限 这一头 中国证监会要把他们管起来 那你想想看 这头上有两个紧箍咒 这些股票风险非常大 非常大 这是第1个,第2个 滴滴事件也好 这个蚂蚁集团事件也好 让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变得风险非常大 那你现在之前呢大家 滴滴,就是 蚂蚁集团上市之后的很多 很多人把蚂蚁集团这件事情 变成是马云和习近平的个人事件 觉得这是 他们之间的 个人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 但是滴滴这件事情就告诉大家,这不是个人的问题 这是所有的企业的问题 所以呢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风险变得巨大 那你再看一下,谁愿意 谁愿意去承销这些股票 这风险这么大 那你想一下 你手上握着的股票,你承销的股票卖不出去,全砸手里 这是第2点 就是 中国的企业 再去美国上市 甚至去海外上市融资 风险变得很大 我觉得这个承销商很早 这是第2,第3 当初这个川普政府就想截断 截断中国企业在美国融资的这个渠道 但是呢就受到这个华尔街的强烈抵制 当然川普政府内部也不同意 你像比如说像蓬佩奥就很激进 但是这个 姆努钦,姆努钦就基本上 这件事情全部都反对 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就 川普政府就做了半调子 这件事做了一半 习近平帮忙做到,完成了这个工作 所以 中资企业到海外融资会越来越困难 因为市场风险太大 用市场的力量 让这件事情停下来 这是 这是猪队友帮忙,所以现在你可以看 一个是中概股 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前景都有问题 大家要小心风险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讲这个 709维权律师镇压事件的纪念 7月9号 7月9号是2015年 中国政府大规模抓捕这个维权律师事件的纪念日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发表声明,对维权律师表示敬意 布林肯的全文我念一下,因为很短我就念一下 今年的7月9号,我们对2015年7月9日受到中国当局不公正的拘留审问 和监禁的300多名律师 和人权捍卫者表示敬意 这是人们所知的709镇压事件 中国政府正对这些人进行了一场运动 以恐吓和压制那些寻求在中国法律体系内运作 来帮助中国履行其人权义务的承诺 并为他们的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 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晰 六年之后这个政府继续对 许志勇,丁家喜等许多最初被捕的人进行 省钱拘押 当一些人站出来代表这些勇敢的人维权者时 中国当局取消了他们的律师资格 对他们进行拘留和起诉 其中包括律师李毅寒 和余文生 我们呼吁中国释放那些 与709镇压有关 而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人 确保他们的家人免受骚扰 并让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重新担任律师 中国把那些为同胞 寻求法律救济的律师 和活动的人士作为打击的目标 这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法治 美国将永远支持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 稳定 和繁荣的社会 的勇敢的人 这个声明写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讲讲 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 这是发生在2015年 7月9号 中国公安当局在23个省 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大规模的 逮捕 传唤 拘留 带走 约谈大批的律师 维权人士 上访的民众 和他们的家属 人数达到100多人 有一些人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那么 2015年7月10号早上 北京 丰瑞律师事务所 主任周世锋律师 在北京被抓走 随后被指定监视居住了6个月 监视居住6个月 事件当中 丰瑞律所先后有9个人涉案被捕 2015年的7月12号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是 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 这个文章里面说公安部指挥 党 端掉了一个以北京 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 推手访民相互勾连 姿势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的团伙 这个文章正式有律师遭到逮捕 传唤 然后2016年的1月8号 丰瑞律师所包括周世锋在内有6个人被捕 2016年的8月4号 周世锋律师被 以颠覆国家罪 判 判处7年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后来 丰瑞律所工作人员吴干就是屠夫 判了8年 王全璋判了4年06个月 然后丰瑞律所在2018年3月19号被吊销职业证 同年的11月12号又注销职业许可证 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讲讲 我们讲讲这件事情的背景 习近平2012年的12月上台 上台之后他就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 他主要 就是比较下手比较狠的是什么呢?他镇压了三类人 第1就是律师,人权,维权律师 第2个是调查记者 第3个是互联网大V 这是这三类人,镇压了三类人 那么他当然这个时期不一样 这个调查记者大概是在 2018年左右,2017年,2017年2018年 互联网大V大家都知道 那么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 互联网的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加上什么呢?普世价值观的传播 所以其实在 2015年的前后 那么中国的网络的氛围 是非常强烈的 非常强烈的 大V也好,记者也好,律师也好 那么这是一块,这是一个整个的社会氛围 就是 普世的价值观在广泛的传播当中 这是第1个 第2个呢是社会现实,社会现实是和土地有关的利益冲突 非常激烈 包括拆迁,强拆,为什么 房价涨得很厉害 房价在急剧的上升,特别是2016年2017年 这种强拆事件非常的多 甚至2012年13年都是非常的多,最近房价在涨 房价涨 就开始强拆,强拆 争夺,争夺土地 土地争执的利益 那么社会矛盾激化 然后维权成为中国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就是媒体的发展 媒体的发展,尤其是都市报的发展 催生了什么呢 催生了媒体的这个本质属性,就是新闻属性 所以调查记者成为街黑的先锋 也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这是一个大背景 那么这三类人代表了什么 这个维权律师 调查记者 和互联网的大V,就所谓的公知 公知 公知其实这三类人代表了中国社会的良心和良知 他们各有特点 特别是维权律师,维权律师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因为维权律师有个特点 他不端共产党的饭碗 他自己端饭碗,自己做生意 有个律所 我接案子 我能挣钱 我不靠,我不靠共产党 他跟其他的不一样 这个特点非常突出 这个所以呢 维权律师 他通常呢,你讲的,律师收入还比较好 律师收入比较好 他又不靠共产党,他可以不靠,当然很多律师是靠共产党 很多律师你要挣大钱 挣大钱的律所 或律师 都是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但是我不靠他我也能生存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群 然后他们有法律常识,法律专业知识 他们很清楚 这个社会问题出在哪里 律师这个团体 他们也是一个相当有专业知识同时 又很容易形成这个 认可这种普世价值观的人群 所以这个人群 他出来维权 他力量就非常的大 这是一个 第2个呢,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呢,本身你想一下,他冲在第1线 他看问题最尖锐,因为他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的最彻底 最前线 所以他通常是 最尖锐的一群人群 这是第2 第3 公知 或者是互联网大V 那他在传播 他在传播普世价值的过程当中 他们建立了声誉 你比如说任志强等等这些,很多大V 那习近平上来之后 上来就把这三列人给镇压 镇压那就部署什么呢 部署全面占领那个互联网自媒体 网络水基因就全面上了 然后社会风气就开始维持一变 那开始这样 删帖 3号 喝茶 训诫 拘留 判刑 这就是习近平干,这全是习近,谁的账都不用算 就是习近平上的 所以709镇压人权律师事件 过去的16年 过去的6年当中 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在持续的恶化 那人权律师 持续被打击,中国的法治 法治那当然是非常的恶化 那人权律师群体和维权界 把7月9号定为中国人权律师节 那么现在还有25名 被判刑 就是709事件之后 25位被判刑或者是 长期被关押的人权律师 和人权案件公民代理人 我念一下这个名字 大家一定要知道 李和平 王全璋 周世锋 吴干 王宇 包隆军 刘四新 谢燕毅 余文生,余文生现在还被拘押 李亦涵,丁家喜,这几个都在被拘押,我念给大家听 余文生 李亦涵,丁家喜 许志勇 常伟忠 陈寒,刘大志 吴歌剑雄 这都在拘押的 但是我刚才念的这些名字,即使没有拘押 他们的行动也会被限制 郝敬松,张展 张展也在被拘押 谢阳 隋沐清,黄丽群 朱书云,谢远东 张凯 江天勇 我们要特别记住这些名字 我们要为他们鼓与呼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第2个节目,第2个内容,第3个内容讲什么呢 讲教育部 教育部说 习近平的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教育部7月9号在官网上宣布 组织编写了 大学 中学 小学的 一个读本 这个读本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生读本 这个拿来洗脑 这个读本呢会在今年秋季 秋季的学期开始 全国各 中学小学使用这个读本 就进课本 进课堂 那么他说这个读本是推动 大小大中小学 私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通过学习让学生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体系的认识,逐步形成对拥护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自信和自觉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洗脑 把洗脑的内容准备好了 就是习近平的思想 习思想 那么这个教材呢是教育部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人民大学 这五个 四个 四个机构 他们里面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教育部也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都有 然后再加上五个国家教材的研究基地 再加一些什么所谓的高水平的专家 共同 编写 这个读本 然后说这个读本 在五个省30所学校已经开始了试教试用 组织200名一线教士精读审读 研把关 大概就是这样 这件事情是什么 这是在造神 造神 这是在造神运动 毛泽东变成神 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 就是刘少奇帮他做的一件事情 刘少奇第1个喊出来毛泽东思想 把毛泽东思想喊出来 毛泽东就变成了神 那现在呢 这个习思想 现在当然习思想早就有了 习思想开始要普及 也是目的也是造神 那这个我前面讲的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 现在已经有18个 18个研究院 7月5号 发改委 发改委成立了一个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是发改委 然后是生态环境部7月7号 成立什么呢 成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这些研究中心研究院现在已经有18个 我念给大家听 外交部 外交部成立了一个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 然后呢 2017年12月14号 一口气成立了10家 研究院 这研究包括哪些啊 中央党校的 教育部的 社科院 国防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人民大学 然后北京市 上海市 广东省 总共有10个研究院 然后这研究院 各个研究院的方向不一样 你看这个外交部研究外交思想 这个发改委研究这个经济思想 这个叫什么 生态环境部研究 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真的很牛啊 这么多思想 这个小学博士思想很丰富 内心系很强 然后什么中央党校 要把 中央党校跟北大 要把习近平的思想搞成当代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清华呢就说 要承担起这一伟大思想 和研究的国际化任务 社科院呢就要开展那个大外宣 上海呢 上海干什么 上海就是要 也是要大外宣 你可以看啊 习近平现在 就是关于他习思想这种推进工作 在推快 再往 再往这个 再加速 这是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目标是什么 明年的 连任 好 我们今天三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 冬业主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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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 中国的政策经常一刀切或者过头,从不考虑实际情况 典型的比如鼓励养猪,先是因为环保禁止 最近开始鼓励 另外祝贺王老师订阅超过26万,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 观点 我之前是滴滴的乘客 乘客端程序员 25款被下架的APP里面 Dchat是滴滴办公通讯 通讯软件 类似企业微信或者丁丁的APP,这都被下架 新入职的员工怎么下载,而且花小猪 成了这里的漏网之鱼 他下架 他找个借口 是真的那个原因吗?胡扯吧 他就是民调,民调整你 其实讲到底就是要整你 就是 共产党啥都不会,就是会整人 整人他很专业 提问,滴滴严格来说应该不算中国公司,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意外 只要在中国有市场的跨国公司 都要按照滴滴的方式监管 滴滴怎么不是中国公司 滴滴肯定是中国公司,在中国运营怎么在中国公司 上市主题,我刚才讲,我们讲VIE这个架构 VIE的架构其实本质上还是中国公司 只不过呢 他用一个这样的架构呢,来规避 外资股权限制的一个这样的规定 只是一个这个,他当然是 跨国公司只要你在中国经营,不是在中国有市场 任何一家公司 你在中国经营,你肯定都要 被监管,这个没有疑问 这个 所有跨国公司你在中国的运营,肯定都被监管 提问 美国已经开始联合盟友打 算打击中共,为什么还允许一个亏损企业在美国上市 我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怎么可能这样通过滴滴收集的用户信息 这不就是让中国企业在美国割韭菜吗 美国为什么会允许亏损的企业在美国上市 上市规则有不同的规定 这个季度是挣钱的 那么有不同的要求 那么只要符合美国的上市要求,他就能上市 这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只要有人愿意买 只要他符合上市的规定 那么他就可以上市 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你去查一下上市的要求就好了 这个我就答了,我就不答了 这是肯定是 第1个,他得符合美国,比如说你在纽交所上市,那你要符合美国纽交所的要求 符合这个美国证券条例的规定 然后还有人愿意买你的股票 然后还有人愿意承销你的股票 你这一系列条件都符合他的要求,你就可以,不管你是什么 都可以上市 这是第1条 第2条 美国怎么可能这样通过滴滴搜集到的用户信息 让中国在美国割韭菜,我不理解你这个逻辑是什么 你再讲一遍好吗 观点,如果滴滴不知道会被采取措施 不知道不允许他到美国上市的话,那就不会专门挑在七一 搞突然袭击 三天完成上市 明显是心知肚明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允不允许 还有就是给不给 批不批准 或者是我有这个意向,这是不一样的 提问,据不完全统计 年初以来高校领域有10多位 官员落马 其中绝大多数是学校党委书记或者是校长一把手 包括这次前 北市大党委书记刘立川 请问王老师,这是真的对贪污腐败的高官整肃 还是因为这些高官的官员因为路线问题 不和习一条心而被拉下马 感觉有点像文革初期,那时也是先从高校下手 后面这个我就 我就没有评论,因为 你拿这种比喻,我不知道怎么去比喻 这个我不理解 第2个就是 刘立川已经退休一段时间了,因为退休了几年了 还把他抓,他不是 他不是落马,他是自己投案 那么为什么要 真的对贪污腐败整肃 从习近平上台就抓贪官 但他只抓 只抓一部分贪官,他不是全抓 所以呢,他是不是真心呢,我就不知道 但是肯定一条 就是 贪官他抓不完 为什么 因为 中国的体制,中国的贪腐现象是制度性的问题 所以他肯定抓不完 这肯定的第1个,第2个 不跟习近平一条心就会拉下马 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都很难一概而论 观点 律师有良知也有家庭,看到太多辛酸 无语无利 这些中年律师回头看看年幼的孩子和年长的父母 只能选择不与恶为伍,哪怕是放弃专业,放弃多年的苦读和拼搏 也不能出卖良心 非常对 观点 大学生还能被洗脑 应该是从小洗脑 怕洗得不够,在大学再加码吧,这样的大学水准会有创造力吗 既然没有创造力,科技发展这条路 往外受阻,往内僵化,可惜了 请问王老师,习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为连任造势 明年习会遇到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吗 即使不造势,明年他不是还会继续连任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他造势有造势的道理 我们不知道很多 他的处境 他的处境就他自己知道 而且造势这个事情 多一点,油多不坏菜呀 对吗 你说呢 多加两 多加两勺油就多加两勺油嘛 是吧 情况,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紫光昨天 7月9号公告,债权人微商银行以紫光不能偿还69亿 到期债务为由向北京 北京第1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我们已经知道了 情况,财新网的 新FM 也由于技术问题被停根了,往期的各种调查报道 存档都被删除了 OK OK 那还是有点敏感 共产党啥都容不下 观点,感谢王先生,王老师的心心付出,向一缕阳光照亮晦暗的牢笼 虽然不一定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您和广大网友对墙内的民主思想的启蒙,注定会成为 历史长河的一部分 非常感谢,这么高的评价 请问王老师,那些下马的官员是真下马 比如试图结束了承担法律责任,信用受影响 还是只是一个形式 不久以后再转到另一类的岗位 就像本来对毒奶粉负责,后来又换了一个岗位 我真的不知道 要持续的跟踪才行 我不知道 这个合理性的 这个合理性的怀疑 这是个合理性的怀疑 中国的官员经常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个级别,像刘立川的这种级别 投案,自己投案,那肯定是很严重的案件 不大容易,我认为是不大容易再换岗位再去 我觉得现在这个风投下 不大容易了 鸣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